我现在就来到了马来西亚距离新加坡之境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前面那条白色的是西柔长亿 也是平时最繁忙的一条交通路线 然后对面就已经是新加坡了 是不是很近我们平时在这边都可以遥望新加坡 虽然说马来西亚是热带 但是因为有海风一直吹热 我在太阳底下在这里也不会觉得热 那在看到周围的话有椰树有绿化植被鲜花 这个都是马来西亚特有的 因为热带海洋新气候雨水非常充满 它的绿化植被在雨水的冠冠下都会非常好非常漂亮 但我们再往前走的话还有油品哦 平时我们要在这里看看风景 吹吹海风生活是非常惬意的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距离新柔长堤最近的位置 那我们再转向它的左手边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现在在新山最火的海景公寓 我今天也是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海景公寓 现在我就来到了新山最佳海景公寓的所在位置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我现在的这个视角是新加坡的视角 这里是新加坡的乌南关口 我们可以望过去的右手边就是我现在所在的售楼处的位置 那我们从新加坡的乌南关口出来 首先英雾演员的就是马来西亚新山的门户 我们可以在未来的话呢 会有一条地铁书从新加坡的张力机场 直达我们的CIQ 也就是位于我们这个项目一机的正后房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里有一个造型独特的建筑 它里面是有马来西亚新山首座歌剧院 在它的后方的高楼 未来将是新山的地雕 里面是有五星级的酒店和办公楼 在高楼的后方就是目前我们已经交房的一机 在它的一机下面呢 是已经非常成熟的国际型商场 里面覆盖了我们衣食住行所需要的各项服务需求 以及是说有马来西亚首家的英皇戏剧院 那在一期的正前方呢 就是我们现在在售的二期 它是最靠近海的 正前方就是我们的游品俱乐部 那一期的入住率已经达到了60%以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开发商的实力是非常雄厚 它是整个包揽了在新柔长坪左右两侧最好的黄金地块 在我们一期的右侧的话是这个项目的第三期 在第三期的前方还有一块地是在未来要发展的 那我们再把镜头移向新柔长坪的左侧 这边还有一块绿地也是在未来要发展的 整个项目周期的话大概是需要十年时间来完成 那我们看到是说它是一个非常大的综合型社区 我们不管是从投资的脚步还是自住的脚步都是非常合适的 我们再去看一下它的样板间 现在我们就来到样板间了 我带大家看一下这一间呢是一个两房固形 面积是77.5平 那首先进门的话左手边呢就会是一个厨房 这个厨房是有装黑拉式的门的 再往一走就会看到它的厨房 它的设计非常合理空间也很大 我们平时在这里煮炒都会很方便 再往厨房后面来的话就是一个生活阳台 我们可以放洗衣机然后晒衣服都没有问题 那再来呢这边呢进门的这边就是我们的餐厅客厅区域 开发商做的整个设计都会很明亮 我们都可以用来参考 再往客厅外走就会有一个超级大的阳台 因为这个是海景房嘛 所以我们可以在阳台上吹去海风 然后做做BBQ都是非常舒适的 假如说选择上海的朝向的话 我们就可以逛向对面是新加坡了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主人房 那主人房的设计也非常好 重点要讲一下这个开发商的飘窗是赠送面积 我们平时在下午的时候可以准备一个应试下午茶 坐在这里看看书吹吹海风生活会很惬意 我们再去看一下其他小房吧 也是很方正 然后有玻璃窗 那这个开发商呢 所有的卧室都是墓地板 我们再去看一下他的卫生间 卫生间我们看到的所有东西都是交房标准 有干湿分离的卫浴 然后拔筒 大理石的汽水槽全部都是有的 这样我们就很少吃 最后再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个项目的优势吧 首先呢它是马来西亚距离新加坡最近的 然后在未来呢 还会有新加坡直达马来西亚新山的地铁 那它同样也是位于马来西亚新山市中心的海景公寓 第二个是它的配套设施 目前的话它已经配备了自己的国际型的商场 就说冰墨那还有歌剧院还有英皇戏剧院 那同样的呢在它的十公里的范围内 有国际学校专科医院以及华小华文读中都是非常方便的 那最后第三点呢是这个开发商的实力雄厚 它整个拿下了新柔长笔左右两侧全部的地块 在未来呢我们可以看到是说它将是马来西亚新山的地标 所以非常适合我们不管是从投资还是自助的角度来说都可以选择